请继续我们这一节课的上课 我们先唱一首诗 一百二十一首 好 最后我们来看 这两个比喻 我们先看路加福音 十六章 一到十二节 独一的编加这个比喻 我记得大家的奖章 请问有没有收到 有没有看过 有的收了没看到 有的看了 感谢主 大部分都点头了 老师有看 这个比喻是 主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 也是比较难解释的比喻 所以我们特别 发奖章给大家看 比较容易讲 也比较会了解 这也是个人 小弟个人 从主那边领受的 一点心得 供大家做参考 首先看这个题目 多怪怪的 圣经叫我们做一个义人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呢 当然神绝对不是 要我们去学这个不义 圣经说行不义的 绝对不能进入神的国 所以一般讲这个比喻 大概会有两个问题 那个讲章里面有写 第一个 这个管家所做的事 既然是不义的行为 那为什么主人还要夸奖他呢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用不义的贤财 结交朋友 也可以因此被接到 永存的账目里去呢 用不义的贤财 照理说 这个贤财神是不要的 但是这个比喻却说 用不义的贤财 去结交朋友 可以因为这样被接到 永存的账目 什么叫永存的账目 就天国 怎么会这样呢 要了解这两个问题 不能单单从这两个问题的表面 去解释 我们先要抓住 这个比喻的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称这个管家为不义的管家 到底这个管家有什么不义的行为表现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管家 管家就是管理主人家中的一切 财亡 所以他是一个代管者 是主人的仆人 管家不是主人 这第一点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不管他怎么样 他绝对不可以用主人的名义算自做主 管家如果假借主人的名义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这个就叫做不义 我们今天做圣工 也常常要记住 我只是管家 我不是主人 你不能说我今天做这个工作 所以大家都要听我的 结果我所做的并不是主人的意思 也不一定对教会有造就 这种想法是社会上的 不是教会里头的 就对这个家的主人没有尊重 也没有真的认识清楚 所以你要要别人尊重你 而不是叫大家都来尊重主 这是错误的 这个叫做不义 所以主人家中的财物 永远是主人的 这个家的权柄永远是主人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管家 管家所能做的 就是把主人的意思 转达给家中所有的人 这个就叫做义 叫做众心 否则就是不义 那我们看到这个管家 他是怎么做的 他把主人的财务视为己有 主人的就是我的 所以我既然当管家 我就有这个权利 我想用就可以用 我想花就可以花 我怎么用我就可以怎么用 一点点都没有尊重主人的意思 没有看看圣经主人是要我们去用神的钱财怎么用 而是自己的想法 特别是认为我是管家所有都要听我的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这绝对不会对 第二个 他任意浪费主的财物啊 这什么叫做任意浪费 该用的都不用 不该用的乱用 是不是 尤其拿主人的财物来吃喝玩乐 导致有的人看都看不下去 去跟主人报告 说他浪费啊 这叫不义 第三个 当然主人会知道啊 主人知道了 当然会很生气啊 所以就叫他来 当面指出他的不义啊 要他办好移交的手续啊 因为他只是一个仆人 我用你 我可以用 我不用你也可以不用 要他辞去管家的职务 结果没想到他要离开之前 他才发现 哎呦我自己不行 我当管家是因为主人的缘故 其实我都是靠着主人啊 我自己根本不能做什么的 所以无能又无力 又怕羞啊 怕羞都是要面子啊 就想到 那我往后怎么生活呢 于是灵机一动啊 他就把欠他主人的债 一个一个叫来 欠一百楼有的 哎敢写五十楼 另外五十楼我就给你免了 替主人做主 欠一百楼的麦子的 敢写八十楼 二十楼 不用了 他趁离开之前 借用主人的财物 施点恩惠给那一些 欠债的人 用现在的话说 就做人情给那些欠债的人 他是希望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 盼望这些人能够 接他到自己家里去 这也是一般人大概都会做的 也都会想到的一点 给自己留一点后退的路 不要绝了自己后退的路 为自己预备将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是聪明的 但是对主人来说 他是不义的 因为他是用主人的东西 来为自己打算 那以上就是为什么称这个管家做不义最主要的理由 他的确有很多不义的行为表现 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 用现在的法律也都是违法的 所以通常社会上也不被允许 在圣经当中也都进行 可是今天所有世人在神的面前 却都是不义的 都像这样 怎么讲呢 今天照理一讲 万物都是神造的 一切都是神给的 包括人自己的生命 那神造万物造人 是造自己的形象造的 目的只是要人代替他管理这个地 管理全地 做个好管家 所以我们都只是管家 主人是神 其实一切都是神的 神才是真正的主人 可是今天 我们人怎么做呢 我们不是把他当作是自己有的吗 我们不是都把他拿来随意享乐吗 乱花乱溜嘛 甚至有的人还来拿金钱 当作得文利的文录不是吗 所以事实上 我们在神的面前 其实真的像那不义的管家 因此在这个比喻里头 虽然没有记载主人直接责给管家的不义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不义就是不义 我们绝对不可以效法这个管家的不义 这是不对的 不对就是不对 那今天神要我们的是什么 不是不义 是要忠心 这是神对管家最基本的要求 要他有忠心 什么叫做忠心 就是绝对不可以不义 那如果变成不义怎么办呢 迟早会被神辞掉这个职务的 一旦被神辞掉职务 到时候你就一无所有了 这应该是管家最怕的事啊 也是管家最大的悲哀啊 不但是这样 那这个管家将来 还要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的 因为管家 他只是管理主人的家 他还是仆人 将来一样要被主人审判的 所以彼得长老在彼得前说 四章五节才说 将来不管是谁 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 这个我们绝对要记住 我们将来都要交账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轻看他 一定要做忠心的好管家 不要做一个不义的管家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离清楚的 然后再谈到第二个重点 那既然是不义的管家 为何主人还夸奖他呢 主人不是夸奖他的不义 是夸奖他的聪明 不是夸奖他行不义的那种小聪明 而是夸奖他最后还能够了解自己 并且懂得为自己的将来打算 这是他在不义当中唯一的长处 是他的聪明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抓住这个重点就不会偏利 不是学他不义的小聪明 是学他不义当中还有一个长处 终于了解自己 我什么都不会 终于懂得 哎呀那我以后怎么办 为自己的将来打算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第一个他最后了解自己的 我当管家好像是我什么都行啊 我忘记了 其实都是因着主人给我的啊 不是我本来就有的啊 是不是 他终于面对自己的时候了解自己的 哎呦以前我都是靠着主人的名望啊 靠着主人所给我的一些恩赐啊 是不是 所以主人一旦不要我 那我不是全部都没了吗 真的 主耶稣如果不要我们 我们真的会变成一无所有 不但是这样 他更清楚自己的力量 他说谈力量 我也没有这个体力去除地啊 那甜面子 我也没有这个脸去讨饭啊 哦 他终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 这种对自己软弱的看见 这个就是他的聪明 今天有很多人哦 不知道离开神自己什么都不能做 还以为我自己什么都行哦 那有些人是不会还以为会哦 没有还自以为有 保罗说这个叫做自欺嘛 就是自己骗自己啊 这种人就是真的无知啊 那这个不义的管家 他长处在这一点上 他没有 这一点上他了解他自己 第二个 他为自己的将来打算 当他被死的时候 他没有慌乱啊 至少他能够沉得住气 冷静地去思考 我把握住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机会 为自己争取一个安全的保障 那当然他用的方法是服役的 但是至少他懂得为与筹谋 为自己的将来预备 这是他的聪明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学习他为与筹谋 懂得为自己将来打算预备这个聪明 谈到这一点哦 其实世人大家都会的 今天我们不是都为自己的将来 在打算吗 只有少部的人不知道 不知道的人有钱就全部花光 有机会他也不懂得要把握住 除去一些了 或者努力一点了 他不会 那这种人当然了 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了 这种人生这种做好非常危险的 因为有一天患难临到的时候 你真的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感谢主了 我们今天很多信徒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对这方面是比较好 中国人一般都是很勤俩的 为什么 会想到自己的将来 甚至想到自己的儿子 甚至想到自己的孙子 为他们准备 这本来是好的 但是可惜的是 有的人太过分了 有的过分劳累 从来都不休息 有的过分吝啬 一毛不拔 甚至有的干脆 是用不法的手段来赚钱 想一步登天 一味的积赚钱财 结果变成另一种无知 丧失了 赚得了全世界 那又有什么益处呢 没有就是无知 这也是不义的 不过这种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却很多 所以难怪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说 如果你单单讲这一方面 坚实之责在世事上 叫比光明之责更加聪明 这是事实 他们比我们想得更远 比我们更勤劳 比我们更会赚 因为一般的世人 他敢用敢赚 我们不敢用的手段 他都敢用 一般的世人 他们惯用诡诈 我们不会用 我们是信徒单纯 是不是 很多事情别人敢做 我们说不要 违背良心 不能这样做 是不是 所以你会看到 一般世界上的人 是今世之子 按肉体来看 往往成就比我们信徒大 一般 这是确实的 很可惜的是 他们只会为自己的肉体将来着想 结果肉体是短暂的 他却不会为自己灵魂的将来打算 灵魂才是永远的 这一点就是他不聪明 他忘记了肉体是暂时的 灵魂才是永远的 他忘记了钱财有一天也会没有用 只有天国才是永远的赏识 所以 主耶稣要我们学习什么 不是要我们学习 那个不义管家的不义 像今世之子 那个不义比我们还聪明 而只是要我们学习 这个不义管家 他能够把握机会 为自己将来打算这一点聪明 那这个将来是指着什么 自己灵魂永远的将来着想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聪明 这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 教训 因此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第9节 路加福音16章第9节 主耶稣才说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 这是这个比喻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要解释比喻 明白比喻 一定要抓住这个关键 主耶稣讲的话 抓住重点 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讲 主耶稣告诉我们 为自己灵魂打算的秘诀是什么 是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 那这里所谓的不义的钱财 就不是那个不法手段得到的钱财 而是指着我们用合法手段 神所尝试给我们 让我们管理的这些钱财 那这些钱财暂时我们把它当作 我可以用 其实我是不义的 应该说这些是神的 我没有权说是我的 不过既然是管家嘛 我暂时做个不义的 当作我可以自己决定 我可以决定 那 其实 不应该 但是我们常常这样想 这样想 比如说 你看 大卫为神建造店 他怎么说 我是把你所赐给我的归还给你而已 正典十九章是什么 我们周济穷人只是把钱还给神 或者是把钱借给神 你 心态就会更好 是不是 如果不是存着这个心态 其实我们是用那个不义的钱财在结交朋友 那这也没关系啊 你就是用那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朋友交对了也好啊 所以这个朋友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是说去结交世上的那一些朋友啦 酒肉朋友 而是要结交自好的朋友 真元十八章二十四节所说的 就是主耶稣 那你交朋友会自取败坏 只有一个朋友不能不交的 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将来 他可以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要不然谁接你去 只有主耶稣再来才可以把我们接过去啊 永存的帐幕很明显就是讲天国 这是我们信仰的目的啊 不是吗 这是我们真正的将来啊 我们真正的将来就是看你去哪里啊 信耶稣就是要到天国啊 要不然我信耶稣干嘛 那今天问题是 主耶稣在天上啊 我怎么去交这位自好的朋友啊 我们请看他 主耶稣讲比喻用的朋友 原文是多数 中文看不出来 表明这不是单单指着主耶稣 而是在主内所有的弟兄姐妹 或者教会里面的所有事工 因为主耶稣说 接待使徒 接待先知 接待义人 或在主内任何一位小子 就是给他一杯凉水喝 都是在接待什么 马太福音25章那个比喻我们讲过了 更说呢 你帮助主内的弟兄姐妹 就算是一个小组 特别如果他是为主在受苦 或者他真的落在患难试炼当中 这些童年帮助他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尽管是一位小组 因为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 弟兄姐妹的集合就是主的教会 所以在教会所有的事工 其实都是这样 为了要服侍所有的弟兄姐妹 教会事工不是单纯的行政工作 不要把教会的事工当成 好像社会上在做一些行事例 几月子日我就办这个活动 办完了我就试案了 我责任已经进了 不要有这种想法 这是例行公事 主耶稣要的不是我们例行公事 这些事都是要做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都是为了要服侍所有弟兄姐妹来做的 所以你会想说 我做这样的事 我到底服侍了哪些弟兄姐妹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有个心愿 让更多的人得益处 让很多人听见 就算是一个也好 不在阿根廷也好 在其他国家也好 在国内也好 只要有一个得到造就 我想这就属耶稣要的目的 绝对不是例行公事 办完了 OK责任尽了 以后全部都不管了 所以只要我们有这个心 你为这样的事出钱 为这样的事处理 全部都坐在主身上 如果我们只单单在例行公事 我们就没有哪一件事上是坐在主的身上 因为你不是坐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你只是坐在这件事的行政工作上 那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因为行政工作不会造就弟兄姐妹的 那这个都是在结交 这位自豪的朋友 耶稣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在举行 转期神学习本 这不是行政工作 这是要造就弟兄姐妹 这是要服侍所有的弟兄姐妹的 这是在结交自豪的朋友 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这个比喻所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提醒 提醒我们应该趁着现在 趁着钱财还有用的时候 赶快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来结交这位朋友 好 让这些朋友成为见证 在主的面前为我们做见证 使我们有资格 对主耶稣接到用存的账目里面 我们千万不要等到钱财没有用才要做 不要等到患难到了 危险到了战争来了 或者个人已经离世了 或者恩典神 恩典的门关闭了 世界末日真的到了 这时候才想说 哎呀 我赶快来结交朋友 那就太慢了 所以这是 这个比喻所带给我们的觉悟 希望我们能够照着去做 那这种人才是真正聪明 好 第三个 那么到底要怎么做 这个比喻其实包括两个面向 一个我们先要搞清楚 要除掉这个管家的不义 第二个才谈到学习这个管家的聪明 这是分个两个不同的面向程式来说的 那有关这个问题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到十二节 三节圣经 主耶稣自己做最后一个很清楚的说理 他提到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记载在第十节 要在小事上中心 因为人在最小的事上中心 大事上也中心 反过来说 人在最小的事上不义 在大事上也必不义 这是肯定的 这说明主耶稣 不仅要我们对神 对人凡事中心 主耶稣更要我们 从最小的事上做起 绝对不可以做一个不义的管家 免得被主耶稣开除 江海还没有办法交账 那到底要怎么做 这是小哥与个人一点点的意见 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点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第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请看第七节 四章七节 使女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第一个我们要常常问自己 使我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今天我们都是神的管家 那要问问自己 使我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 当然是神啊 那第二个问题 既然是神 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当然没有啊 都是从神领受的呢 那既然是这样 所以任何的小事 我们都不可以自夸 就算一点点的成就 都不要挂在自己的嘴巴上 一切荣耀 都要真的归给神 这是第一点 这叫忠心 就不会不义 第二个 请看以福所书第六章 请看以福所书第六章 第五节 六章的第五节 你们做仆人的要句话战经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第六节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偶尔 像是讨人喜欢的 要向基督的福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第七节 甘心侍奉 好向服侍主 不向服侍人 第八节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 无论是为努的 是自主的 都比按所行的 得主的上 第二个 我们要时刻要求自己 这个是不管在社会上 或者在教会里面 就算没有人在意的小事 我都存敬畏的心去做 不是指坐在人的眼前 不可以讲傲为善 要好好的服侍 尤其服侍那 看不见的主 用这种心态 实实在在的认真做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有人看 没人看 我都一样 大事 小事 我都一样 一样什么 一样认真 一样从心里面 实实在在 是为主而做 不是为某个人而做 当我们做圣工 如果只为某个人来做 马上有一个现象 那个人来了 我很认真 那个人走了 我就放松了 不是吗 他在的时候认真 一大早就来了 他走了以后 睡到半天聚会都不来 这在做什么 假冒为善 这个叫鼓励 小事上不忠心 请问大事上怎么忠心 不可能 第三个 请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十三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 请看十三节 弟兄们 你们蒙昭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自己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己 越发的谨慎 信主之后 绝对不可以将主给我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绝对不可以随便浪费主的恩典 更不可以因为小罪就任意妄为 比如说生气发怒 出口就骂人 随便就论断别人 或者很喜欢说谎话 都不是真的 这个虽然都是小小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没关系 我们就在小事上不忠心 把主耶稣给我们的自由当中 放纵情欲的机会 这个就叫做不义的管家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除这些不义 成为一个绝对中心的管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看回来 路加福音 十六章 十一节跟十二节 十一节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十二节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这是第二点 这两节 十五经其实是两句问句 彼此对应意义是一样的 不义的钱财 对应别人的东西 真实的钱财 对应自己的东西 那这在讲什么 主耶稣要我们在别人的东西上忠心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 自己的东西 原则不只是用在人跟人之间 更用在人跟神之间 那今天照理说 既然我们说一切都是神的 生命是神的 万物也是神的 所以时间是神的 钱财也是神的 但是今天我们常常把它视为己有 所以严格说我们都是不义的关系 那么今天神爱我们 神没有追究我们的不义 你要这样做 神也没有说什么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这是最基本的 因为小事上开始 所以不要讲很大 最基本的 什么要求呢 第一个 出埃及记二十章的 至少遵守安息圣日 第二个 玛纳基础的 至少奉献十文旨 其实全部都是神的 但是最少吧 安息日 第七天 这一天 你要守啊 六日 你要工作 你工作嘛 算是你的 至少这一天是神的 你从这最基本的 这不是这完全 但是最基本 虽然全部都是神的 那至少十分之一嘛 剩下的你说 那个我要用 那你就用 神也没讲话 至少十分之一 这神最少的要求嘛 这是我的啊 我库房里面需要用嘛 是不是 这是最小的 这叫神的东西 最小的神的东西 如果我们都不忠心 那请问 神怎么会把 我们自己的东西 给我们呢 神就不会祝福我们 将来也不会给我们 那真实的钱财 就是有生的福气 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习 这个管家的聪明 为了自己的东西 自己灵魂将来能够得救 我们至少从今天起 好好遵守安息圣日 乐意奉献十分之一 趁着今天钱财还有用的时候 赶紧运用主人的东西 来结交朋友 耶稣基督 用在福事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 用在传福音的教会的事工上面 这样我们才算是真的学会 这个管家的聪明 这是我个人所领受的这一点 我再做一个解释 所以很多比喻 我们都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最后不义管家的比喻告诉你 你做不到没关系 最少从最基本的做起 小事上做起 从什么地方做起 遵守安息圣日 从什么地方做起 奉献十分之一 从什么地方做起 用爱心尽我所能的 去观照那小子当中的一个 是不是 但是或许大家会觉得 连这一点都困难 那怎么办呢 只有最后一个方法 祷告 我们最后来看 路加福音十八章 有时候人真的很软弱 连这个最小的事都做不到 路加福音 十八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 这个比喻讲完了 大概 我讲以上说 主耶稣说的比喻全部都讲过了 十八章 一到八节 我们请一位来读好吗 子涵 有听到吗 二 跟主耶稣圣明 有圣经 一节 耶稣设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二节 说某城里有一个光 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是人 三节 那城里有个寡妇 缠到她那里 说 谢谢 感谢主 最后我们来讲这个比喻 主耶稣讲的比喻 有关祷告方面的 其实不多 一般我们在谈祷告 会谈到三个 一个我们提到的就是 十八章 第九节到十四节 法力塞人和税吏的祷告 这是一个比喻 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祷告的态度非常重要 怎么祷告 要看你的态度 祷告有时候是看人 你是一人还是二人 那有时候是看态度 你很明显 如果看人 可能那个税吏不如法力塞人 因为税吏真的不好 那法力塞人 至少一个礼拜禁止两次啊 而且呢 他奉献十分之一啊 不是吗 他不勒索 也不行不义 也不坚引 是不是 所以我们第一个 不是要大家学习税吏的不好 税吏的罪不是 只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义人 因为不义的人 神不听祷告 这是基本的 前提 但是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虽然我也许比税吏有益 但是祷告的态度 却不要自以为义 这样听懂吗 本来我是一个义人 但是我祷告自我为义了 你的态度不对了 所以本来你做的 神就不看啊 也不想听 这是一个重要原则 祷告的态度 影响我们祷告的结果 当然我们要做一个义人 这是我们的本分啊 但是不要因为这样祷告的时候 一直讲我是一个义人啊 其实我们都是欠一千万两的 如果读过主耶稣所有的比喻 你会发现你欠的太多 我也欠的太多了 哪一个人可以说你是一个义人 没有 大家都欠了 所以不要自以为义 这是态度 一定要谦卑 一定要悔改 一定要真的了解自己的软弱 看到自己的缺点 这是态度 那另外两个祷告的秘诀 有一个是在路加福音11章 我没有把它列在比喻里面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比方 比方就是比较没有奥秘 隐藏在里头 一看就懂得 比方我没有说 因为主耶稣讲很多比方 你要再把比方列进去那太多了 不列入比喻了 这个我们常常 祷告会都会提出来 祷告的精神 祷告的精神是什么 祷告的精神就是 情辞破戒的执求 那主耶稣在这里讲一个比方 就是向朋友借饼 而且半夜去借 是不是 这只为了有一个朋友来 我要招待他 那是我没有 那半夜人家都睡觉了 尤其是犹太人 不像我们现在这样 还有客厅 他们的客厅就是吃饭的地方 也就是睡觉的地方 门打不开 要打开全家全部都要叫起来 这很麻烦啊 所以他说 我都睡觉了 我不可能给你起来 我有饼也不可能给你 但是那个人 他在门外拼命地敲 情辞破戒的执求 拜托 拜托 因为这是我现在要的 他不要说明天也好 精神 情辞破戒 情就是心 辞就是嘴巴 感情 真的是用上去了 一直的求 到最后吃好起来 那神是一定要我们这样吗 没有 神只是要我们有这种精神 神是慈爱的 他不会啊 那这里在讲什么 你求圣灵就要这种精神 但是同时求圣灵充满 也要这种精神 应该要 那个不死不活的祷告 怎么求圣灵 是不是 那那个 那个不能不热 要求圣灵充满 怎么会充满啊 你至少要有这个心嘛 渴慕 迫切 要这个心 这是祷告的精神 精神要拿出来 祷告没有把精神拿出来 有时候你祷告也没用啊 好 那看回来 路加恩十八章 这是祷告的秘诀 如果你问我说 祷告什么秘诀 一个话 一句话 横切 不灰心 那主耶稣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个 叫我们要常常祷告 祷告不能说好的 不停的一直祷告 常常祷告 绝不灰心 就是神现在没有答应 我还是要继续祷告 祷告到他答应为止 存这个心 这叫做秘诀 所以祷告没有什么秘诀啊 你就是有一个 就是我不停的祷告 祷告到神答应 就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 祷告七次啊 神还没有答应 都是第六次 到第七次才完全 那你说第七次来一次呢 我套用主耶诗的话 很可能是七十个七次哦 四百九十次 那你想说天哪 我要祷告四百九十次啊 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 还没有答应都不算完全 都是第六次 都是四百六十九次 还不够 神就要那最后那一次 看看是不是有那个决心 是这样 神看人的心啊 一看你真的下定决心 他就给你了 他只是在考验啊 你还没有下定决心 他永远都是在第六次 你看不到什么的 就是这样 这个比喻的重点 不过他的比喻是用一个 寡妇向不义的官 深远这个比喻 这是主耶诗故意用的 这是当时最不可能实现的问题啊 寡妇是弱势的人 他一点权势什么都没有 钱没钱谈什么 他都谈不上 不义的官非常不义啊 他怎么会管你这个 最弱势的一个寡妇呢 他理都不理你啊 对我没什么好处 我管你那么多干嘛 是不是 所以主耶诗说用这种很强烈的对比 最不义的官 一个最弱势的寡妇 去跟他求生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但是主耶稣说 你只要不回心 你天天去扰他 天天去跟他 他最后 为了避免你来烦恼我 他就答应了 我们的臣会这样吗 不会的 我们看十八章 第六节 主说你们听到 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他说什么话 第四节 他多日不准 后来心里说 我虽不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第五节 只因为这个寡妇 烦恼我啊 这怎么一回事 你天天吵 吵他 是不是 反而我就给他生缘 免得他常来 惨没我 但是主耶稣说 我们的天父不会这样子 第七节 神的选民 如果昼夜不停的呼吁 就是祷告 你祷告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纵然就是 就算是为了考验你 一直忍耐不给你 一直忍耐不给你 忍了好久不给你 不给我们生缘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好生缘的 我们只有悔改而已 所以那个生缘 我就把它调过来 你只要一直祷告 求主耶稣赦免我 求主耶稣加添我的力量 求主耶稣圣灵充满我 就一直祷告 不要说生缘 生缘没有什么好生缘的 第八节 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的给他们神缘 很快的神就会答应我们的 问题在最后来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 这个信德原文查查看 就是信心 主耶稣感叹 有没有人为信心祷告 没有 所以我来到这里 我看过一个在世上 真的有信心的人吗 没有 所以主耶稣便利 你要祷告什么 你要祷告信心 一直求 怎么信心 圣灵充满才有的 你看那个彼得 三次不认 圣灵降下充满他 第一个起来做见证的就是他 180度大喘变 不是吗 你看那个 以色列百姓 还没有得圣灵的之前 谁会去变卖家产呢 谁会愿意拿钱来说呢 按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 没有一个圣灵一降下 大大充满 每一个人自动自发 有信心又有爱心 全部都做出来的 问题是 我们有这样被圣灵充满吗 主耶稣说没有啊 不是吗 那个癫痫病孩子的父亲 那孩子没有办法得医治啊 门徒赶不出罪 主耶稣跟那个父亲讲了 你若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还好这个父亲马上知道了 问题在我 就是在讲我信心不够 所以他说我信啦 但是我信心不够 求主帮助啊 我们都信 但是我们的信够吗 连一粒借债种都没有 不是吗 结果他这样一求 主耶稣给他力量 成全他了 孩子马上好了 换门徒了 门徒说 我们怎么都赶不出去啊 偷偷地问主耶稣 为什么 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小啊 你们如果一粒借菜种 就算对这座山坡挪去 他也必挪去啊 问题在哪里 信心连一粒借菜种都没有 但是门徒不知道啊 所以说像这类的鬼 必须要禁食祷告 就是你一定要圣灵充满 就有办法解决 很多问题就是祷告来的 没有真的祷告 没有真的被圣灵充满 所以连借菜种的信心 这么小都没有 不够完全 这就是问题 所以祷告最重要 讲比喻我们都做不到 但是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你真的祷告 真的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 对信心 对圣灵充满 有信心 就会有爱心的行为 没有信心就不可能有爱心的行为 所以就这么简单 所有的比喻 就是最后的结论 要祷告 才行 好 好 我看时间也快到了 主耶稣的比喻 我就讲到这里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